江苏科技大学 女22岁 哈尔滨人 江苏科技大学 英语专业 你好 大家好 我叫颜雪 颜是门里三横的颜 雪是雪花的雪 来自哈尔滨 今年22岁 现就读于江苏科技大学 今年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我从小就觉得卖东西的人会赚钱 还特别喜欢当干部 所以对销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所以大学期间一些经历也和这相关 今天来到非女莫属 想求得一份管理培训生 销售或者是12位老板 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颜雪最引以为豪的是一张合影 是 因为我今年暑期的时候 在58通城实习过 当时转岗的第一天 姚总就来到了我们上海分公司 所以我就有幸和姚总合了一张影 但是这张影不是这么好合的 因为当时只有工作满一年以上的老员工 才有资格和姚进波 姚总合影 哎呀 这么珍贵啊 然后我就是 因为当时我只是一个实习生 然后我就想这么好的机会 不能错过 然后我就很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 然后就和他合了一张影 让我也感觉很骄傲 其实颜雪呢 这家是有一定能力的 曾经在一个小时之内净赚3000 是在学生时代吗 是 大一的时候 说说这事吧 行 我曾经就是给中国移动销售 手机充值卡 当时给我分配的那个点 就是那边上午两个人的销售业绩是十几家 然后我下午过去了之后就变成了七十多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可能自己有一些相对于男孩子的优势 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的一些销售技巧和人格魅力 他们买的可能不是这张充值卡 买的是我这个人的一个就是一个感觉 这么有人格魅力的人有男生追吗 就是少 可能因为太强势了 少追的都是精英 没有没有 你强势吗 我感觉你一点也不强势 你点评一下自己的性格 我觉得 你看你在这个场上还是属于比较温婉的那种类型 主要是和南方的小伙伴们在一起 大家都性格比较柔 就是在北方经常会出现打架斗欧 是一个特别容易受周围的环境影响的人 他说在北方经常会打架斗欧 你这标签贴得大了 在北方经常会打架斗欧 我确实要支持他一下 我们那边的口号是 能动手解决的 从来不用嘴 那看样子你在非你莫输 五年你没动手 我们应该感谢你 来集体对他进行感谢 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是 就是分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来讲 那我就用乐嘉老师的色彩性格学来描述吧 我觉得我是红色性格加绿色性格的人 红色性格就是能在迅速在人群中被人找到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热情 非常适合做销售的一种性格 可是红绿性格的人 第一稳定性差 对吧 第二在团队里的带头更差 这个我觉得可以被打磨 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 你是红偏多是吧 还是绿色的 但是我不能否认我是一个红色性格加绿色性格的人 今天的最低薪金不低于多少 五千家 五千家有低于的限制吗 低于是北京或者上海 好 接下来我们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还正常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准备了什么 我带来了一段视频 什么视频 这段视频也就是我大学的另一种经历 是我学生工作的经历 来看一下 这段视频呢 是我大学期间带出来的部门 向学生会外联部获得优秀视频的一个片段 我想通过我带出来这群人 体现出我自己的一个性格 还有就是特点 因为我带部门的时候 我就是也是选人的时候 我是很注重人品这一环节的 他们在我删选环节的时候 首先人品是第一关把关的 但是我不会拿赞助额去评定一个人的优秀与否 所以我打造的是一种快乐的家文化 他们都是我的家人 也希望能把来舞台这个机会分享给我的顾员们 让他们的爸爸妈妈如果有幸在电视上看到也会很开心 欢迎大家向我提问 谢谢 严选是这样 就是刚才你讲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你选团队的时候 是希望是说人品过关 对不对 对 第二个就是你特别在乎团队精神 可是我觉得你选的这支视频很奇怪 这里面完全没有团队 每个人都在展示自己一个人 所以我不知道这支视频到底你想说明什么 我说我挑人的时候看人品是因为我是这样的人 就是这个视频可能是表现不出来 你对人品的标准是什么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我觉得是善良 就是善良 一定要善良之道感恩 在团队当中 同事之间的善良 或者是在一个销售团队里头的善良 你把它落地一点 体现在哪些方面 就是我觉得在办活动的时候 大家不会推推桑桑 就是对分配下来的任务推推桑桑 或者是 就是本来应该留到最后 就是工作结束之后才离开 敢于主动承担嘛 那个叫有担当 那就不是善良了 那就是担当和承担了 两回事了 那可能是我的表述有问题 因为我即兴表达是有所欠缺的 我提醒一下这个严雪 严雪现在在面试到现在的情况下 有几处出现了词不达意的情况 第一 人格魅力 太大 第二 你说人品 人品是人很小的时候 基本上就获取了的一种 所谓的人生的价值观 很长时间内是很难改变的 它不仅止于是善良 而所谓的担当 更不是一种品质 不是一种人品 好吧 你用词一定要 稍微不要放那么大 好不好 要不然会引起别人误会 其实你花心事准备了这个视频 但我们看起来就像一个二货的大连拍 对吧 跟你职场中体现能力的部分 一点都没有提到 他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情况 我必须说出来 就是在你的口述当中 他说 你说你对你的团队的人的评估 是不靠他的赞助 拉到的赞助额度 来判断他的能力 很糟糕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就是你本身是一个销售团队 销售团队最重要的是你的业绩 所谓的赞助就是他的销售业绩 你连一个销售团队 销售业绩都不去考虑了 那你怎么就评估一个人呢 评估一个人的能力呢 不好意思 我想提醒一下对方韩老板 刚才谈到一个关于价值观的问题 他所说的这个善良 包括他以及业绩导向这些 可能是他本身认为的一个价值观 但是您不能直接去判断 这个候选人的价值观 第一标准的第一标准一定是 它的销售业绩 价值观等于销售业绩吗 销售团队它的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要去做销售 是要有业绩的 没有销售业绩 你说的是团队目标和团队史 没有跟价值观没有关系 您说的是业绩导向并不是价值观 销售目标吗 对您要用词准确 就是说价值观是价值观 业绩导向是业绩导向 价值标准算不算价值观的一部分 业绩导向不等于价值观 我们这么一个高度 给他扣一个大帽子 可能会直接会导致 这个候选人会很难发挥 他本身已经有的这些潜质 不 现在是我们 我认为其实 为什么会引起这份争吵 首先我认为应聘者 严徐你要反思 你用了很多大的词 对吧 对 你先把这些概念抛出来 让我们开始探讨你的标准 一定要记住此时此刻是你在求职 你的每一句表述 你要展现的才华 和你要展现的内容 是高度匹配的 否则就不会有这些争吵 今天你应聘的岗位 第一意向是什么 管理培训生 第二意向是什么 销售 那么问到这两个问题 就首先还是要确认 你知道管理培训生是干嘛的吗 是公司要进行轮岗的一中储备人才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输出方向 最可能的是哪个地方呢 我觉得自己的输出方向应该是 营销方面的管理培训生 那你描述一下 营销方面的管理培训生 必须具备的素质吧 管培生首先就是要具有 就是一个销售的性格 首先他不能就是 惧怕一个陌生人 一个客户 或者是很 就是很胆小的不勇敢 还有就是在公司和同事之间的相处 为人处事上 一定要懂得就是什么 该说什么不该说 要谨言慎行 赵湘每个岗位都应该这样吧 他又在谈人品方面的问题 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案例 之前做过的 落实在事上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做了什么事 取得了什么效果 行 就是因为我出了学校之后的 第一份实习任务 就是在58同城 当时我是先后做了 人事招聘和 就是互联网产品销售这两块 前些年有一个数据是 每打183个陌生电话 能到场面试一人 工作第10天的时候 打了59个电话 第二天到场面试11人 然后是互联网产品销售 然后我是在第20天的时候 开了两单 然后业绩是2万多块钱 这是我在58同城的实习经历的 一个业绩分析 分享 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一段 真的特别加分 因为我比较了解58同城 真的要求非常严格 所以你看严雪 她作为新人能做到这样 这个数据是很加分的 所以严雪 你看 就你在过去描述的过程中 刚才那段为什么会加分 第一 讲到具体的事 第二 用数字说话 所有大家给你的掌声 你再回想起 刚才引起所有的争执 是怎么造成的 所以以后 也借着你 希望所有的求职者 在这舞台上 拿事情 拿数据 来导向 来描述一些事情 这会对你有帮助 可能我们这个 所谓人力资源专家 就是跟老板做对的 那我现在的观点 跟刚才几位老板的 这个观点的话 恰恰又相反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实际上 从我们招聘面试的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有一个 另外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叫STAR原则 这个S situation 是你所谓的环境 然后T是Task 你具体目标 然后A是Action 就是你应用了 一个什么样的行动 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R是Result 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刚才 这个严学同学 他的这个分享过程当中 实际上 把这个环境 然后把这个结果 都表述了 恰恰有一个更重要的 没有说出来 就是他做了 什么样的行动 Action这一块 很多时候 说句不好听的话 这个也不排除 都是你走运 对吧 碰运气 所以你在当时 你自己应用了 什么样的这种行为 Sovet Action 改变了这种 500多比1的这种行为 这个其实才是更有价值的 这样 我必须要说一点 第一个 在我们老板眼里 人类资源 永远不是跟我们作对的 是我们雇佣地 帮我们解决问题的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刚才这个 严学在点评 自己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已经很清晰地讲 他在用打电话的方式 包括他开单的过程 其实我们已经分析 到这个Action的动作了 也就是说 这里无外乎是 他数据模型 有多大的一个过程 但作为在58里边 做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他有这些数据 在我们老板眼里看 作为一个职场小白 这已经足够了 诸位在留灯的时候 提醒一下 如果这一次灯 如果还是保留12盏 每个人要拿 1000块钱的红包 记住 所以慎重留灯 来 接下来 第二轮选择 去火流 还有七盏灯 谢谢 到底是舍不得1000块钱呢 还是另有他因呢 谁可以作为代表发言 朱波 是这样子的 我们面试 不同于社会上的面试 如果社会上的面试 我们发现一点不妥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就是说 你回去等待通知 然后被面试的人 也不知所谓 他最后也不知道 自己的问题 在哪个地方就回去了 其实在这个节目中的话 我们之所以提出的问题 非常尖锐 并不是为了苛刻地去刁烂 我们的求知者 而是正是是通过这种尖锐的问题 去发掘他背后的一些能力 可能会提出一些 超出他能力范围的问题 这个时候有可能会被看作是刁烂他 但是正是这样子 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又给出最后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看法 正是对观众和对我们求知者 是一个提高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节目的魅力 这是我的看法 钟老板 有两点 第一 具体他哪一个能力 您认为他不具备作为一个销售 这是我想反问的 您没有刚才具体说出来 另外一个第二 您为什么刚才没有去问问题 其实我们面试是非常宝贵的 一个小时或40分钟的时间 您都没有去抢问问题 您就判断一个人没有这个能力 我觉得你这就有点为了吵而吵了 你明板上看着大家都抢 轮不上他说 他可以抢 这有什么可执认的呢 人才就是要抢的 你们可以举牌发言 我们只能靠抢 对呀 所以你们更自由 我想告诉你 他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在他身上 而是在刚才的争论上面 耗了太多的时间 让他没有表现出来 他适合的地方 说得好 现在人力资源专家 依然在浪费他的面试时间 我们最好不要把问题聚焦在一些无谓的东西上 尽可能去深挖 我们的选手背后的一些他的能力 他的细节 你这种发言的口吻 很像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嘛 你应该到这儿来 而且我说实话 这是我今天录节目到现在 我认为中国说的目前最靠谱的一些话 特别在 这是真的 你几次没来 反而是能力提升了 谢谢你的夸奖 但是我反回来要说一下 菊娜 第一 记住 我们大家彼此的角色都在帮选手 当我们老板有我们的视角 在判断一个选手 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时候 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 这个时候 人力资源更应该是用你的专业知识 来帮助选手更好的展现才华 而不是去来攻击老板 我讲我的笔 我替你补充完 你应该这顿质问 应该在灭灯之前提醒所有老板 不应该在 大家已经做完选择 你跳出来说 中博这样选是不对的 这样太不厚道了 我更愿意建议他来问我 他可以来问我 我可以给他建议 我们不用问 我们有自己的判断力 为什么要问 因为我想走 不是你坐到那儿 你就真的是专家好吗 我也不比你差多少 我要说一句 一个来说 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义务 去帮选手 我们无非就是在招人 第二个来说 有些老板 个别老板 可能是以帮助选手的名义 把自己拔高到一个 更高的一个平台上去 你就是这样的 也许我就是的 如果我真的是这样 我要学习 我要承认错误 你就是这样的 我从我自己开始 干嘛要承认错误 你特别坏 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去 你站起来 向全国电视观众道歉 要帮着别人 私下里面帮助 不要在这里帮助 在这里帮助 我觉得是在作秀 我非常赞成你所说的这种谴责伪善的行为 但是你说你也有一点 那你先道个歉 给我们做个示范 如果是有 你就是有 我不管有还是没有 就是有 我向观众赔礼道歉 我向选手赔礼道歉 我向Vos赔礼道歉 我向你们要赔礼道歉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是在帮着别人 我们就是在招人 我们也在展示自己的分采 好吧 我跟你说 涂雷 有那么多自我 当你让他道歉之后 我真的看到一个 什么叫做真虚伪 加油 这是我最爱你的一句话 你爱我放在心里 好吧 选择之前问两个题外话 第一 刚才明显争论 分成了两派 你赞成哪一派 我支持老板这一派 为什么 我觉得首先 老板人多是重 第一 老板人多是重 其次是人力资源专家 一见不一 很明显 一见不一 所以我觉得老板 内部不团结 对 所以说这中分 还是回到了 刚才你所说的 能动手绝不动口 人多是重 好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还给亮灯的老板 提供职位 来 黄基敏 给你提供的岗位 第一是销售经理 工作岗位在上海 第二是我们提供是招生招盟专员 来 陈浩 给你的是我们 加盟联锁事业部的管理陪训生 然后这个工作地点 可以在上海 可以在南京 可以在你老家 哈尔滨 可以在江苏 都可以 可以在北京吗 可以 当然可以 李雨昕 简约给你提供的是 简约APP权限 为减肥人群提供 一战式解决方案的销售专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 尹芳 CafeG给你留的岗位是 市场部 市场总监的助理 也是线上营销的东西 欢迎你加入CafeG 地点 北京 东军 那通灵珠宝呢 给你提供 接近于你过去的工作的 就是我们乐朗葡萄酒的 渠道拓展 和一些经销商打交道 地点北京 上海 南京 都有 乐陆平 芬奇乐为你提供的呢 就是营销方面的管培生 家勇 那么我给你的是 我们PVGO 校园代理的销售岗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地点北京 好 接下来七盏灯当中 灭掉五盏留下两盏 谢谢 我在想会儿 谢谢 我在想会儿 排灭三盏 谢谢 考虑一下 我们可以去 稍微盖一盏 谢谢 谢谢 再灭两盏 还是要灭她 下一个很厚 不要 谢谢 再灭一盏 谢谢 有请陈浩颖风 谈弦不伤感情 来 请揭晓 来 六千加五千加 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问题要问 没有问题要问 15秒钟 咖啡之意 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咖啡之意 在台上 银总非常理解我 在五八同城的那段经历 就是非常理解我 然后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而且咖啡之意 提供的市场经理助理 市场总监助理的职位 是比较适合我的 然后 对 好